冰雁啊 你的水晶燕呢 当初我可是用你的名字 花了大价钱 请人打造的那只 名贵的水晶燕 你怎么没带上呀 你这是干什么 回杨州去 我根本就没有水晶燕 大不了我就说我是李渔胡 不是什么杜冰雁 我不要什么大家归宿的小女子 我只要你 李渔胡 你归宿而谈一望心 你是真的喜欢我 你还真是个笨蛋 你难道真的看不出来 我齐天脸满心满眼都是你吗 我又不可能钻到你心眼里 我 你不知道 你还真是一 以此为证 怎么 还是不信 苗语花开春空净 未遗缕语相追影 一丝流言三十里 竟然念心 还差一点 如此呢 既然你信了 那便好 情恒之子都不舍一续 情恒之子都不舍一续 这 与叶族大战所胜 占了七天七夜 血流的直来 此伤 看着深入三寸有余 都是旧胜 这是被昔日战友所出卖 没防得住背后的案件 将军为国为民 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 实在令人敬佩 没想到你一个小小的药童 竟如此神明大义 我之前也读过几年书 我该给您换药了 有些痛 您忍忍 那逃走的女子 袁将军就没有派人去追过吗 将军天天打仗那么忙 哪有工夫管这事 不知你来军营一日合补 为师帮你也好好来 又是我 两位小姐同天出嫁 同上花轿 同时进入了仙女庙 情急之中拿错了盖头 上错了花轿 师父 您怎么什么都知道了 缘分之事真是妙不可言啊 现在临州这边歪打正着 巧配了姻缘 如果京主这边 你们二人也能情投意合 那就是 上错了花轿 驾对狼啊 将军有心事吗 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 我又觉得他特别面熟 我问他 他跟我说我们在校场见过 我在马上他在马下 可我知道不是那一次 熊兔脚扑朔 雌兔眼迷离 双兔放地走 安能辨我是雄子 若杜兵你是女子 可原家 我与那女子匆匆一面 可她的身影 印在我心里挥散不去 可那日太匆忙 我并未看清楚 似你的荣梦 多少次在梦中 我盼着她能转过身来 让我看清楚她的荣梦 我早已准备好一件礼物 你帮我看一看 我如果送给她 表明心意的话 她是否会喜欢你 这是将军夫人的死刑 这是将军夫人的死刑 你是谁 快说 我是将军夫人 李当环给将军夫人 这是将军夫人的死刑 李当环给将军夫人 无论是否上座花椒 我远不去 信息我有一人 便是你赌兵严 冰雁姐姐的近况是否安好 冰雁她托我 把这水晶雁送给你 却把原部区 聘你的碧玉剑留了下来 她挫驾到荆州之后的近况嘛 便不言自明 外打正着各有其处 这就叫鱼配鱼 虾配虾 我是你师父的发妻 您到底说了什么话 把师父吓跑了 就一句话 什么话 你有种 却别踏进我书家大门 按照军规 女子私入军营 斩 本将军的夫人犯了军规 本将军难辞其咎 来人 原部区 军过一百